十四跟十五的相似度有幾巴 大概九十五了 九十五哈 關刺它的時候 它就會發生了所謂的燈燒 其實它是會像 煉火一樣會有火花這樣子 爆出來 大家好 我們是捷運汽車 注意主持人是 我是波芬 嗨 波芬你知道我們今天要幹嘛嗎 我們今天 要做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對不對 什麼 每一件事情都很重要 對啊 沒錯 因為今天好像要做一個很酷的事 竟然要拆解手機 對 直接破題 我們在iPhone14出來的時候 我們有做一個手機的拆解 延續著我們對於這種 山西科技的熱愛 我們iPhone15 我們一樣要做拆解比較 哇 好期待喔 其實我還蠻想看裡面是什麼樣子 那我們今天來到了 當初幫我們拆解iPhone的總店 新竹的LRC手機維修店 也是請它幫我們買一台全新的iPhone 然後我們做拆解 跟大家分享 哇 很燒成本的耶 新的嗎 對 我們來看一下 到底前後代是只是換題呢 還是裡面的構造有真的不一樣 來看來看 嗯 走吧 哈囉 你好 那今天是哪位師傅幫我們拆手機 你好 店長 店長 怎麼稱呼 我是贏言 那我們今天準備的是哪一台手機 這支是15 Pro的白色 對 然後是128G的 那再來麻煩你幫我們整個介紹一下 會有它的條碼跟iPhone的圖案 那這就是沒有拆過的手機 那正常我們就直接拆封囉 我看可以讓你比較一下外觀 它這是外觀啊 是做成鈦合金的 然後是2.5D 嗯 那以前是不鏽鋼的 這邊有一支14 Pro 可以看一下 它旁邊的機身 這邊是直角 這邊是已經導遠角 2.5D 然後連正面的那個螢幕 也有一點微曲面 就是做起來它手感跟質感 我覺得都有提升 它以前就是純平面的面板 但是其實你可以感受一下 它就是比較圓弧 從機身到那個鏡面 所以它這個的保貼其實有再改過 變成厚膠式的 它沒有三星那麼曲 然後三星以前它曲面的時候 它是用很厚的軟膜 然後裡面帶厚膠才有辦法貼保貼 那15 Pro它也是有改 變成比較厚的膠 下去才有辦法貼這層面的保貼 那我們今天拆解 大概會拆到什麼樣的程度 今天會拆面板一直下來 會讓你們看得到 Face ID模組 揚聲器 跟下面的喇叭 增動器還有主機板 但主機板其實跟上一代的變化不多 比較詳細的可能是裡面的數據 跟軟體上的提升 那外觀可能還有不一樣的 就是這邊 它的動作按鈕 以前的是那個靜音開關 那底部就變成是 Type-C跟Lightning的差別 現在就是變Type-C 那支援的快充 進到USB 3.0到30瓦的快充 後面的話變化不多 但是它就是主要是長焦鏡頭 你是不是覺得很像玩具機嗎 有的時候因為很輕 然後很像 它變太金屬之後是比原本的輕 然後整體它變窄 再變短一點點 這個你可以看看有沒有到像玩具機 有啊就是超像那個模組 很輕也超輕的 真的很像假的 對 它這次做 改這個金屬 雖然他們第一次做 以前都是鋁合金的 或不鏽鋼 它還一般版的人 也是 殼也是太耳鋼 對 它拆到什麼程度算是會破保 如果只要面板拆下來就破保的話 那這種加熱 它是加熱哪一個部位 其實它主要是它這一圈 心肌 都有一圈防水膠 然後在7代之後 它就開始都有做這個膠的設計 那到中間 其實12的時候 是最黏的時候 最新的其實沒有拆封過的 這腳非常的強壯 我們沒有加熱的話 直接拆 面板就會壞掉 面板其實要拉起來的時候 會把那個膠有點拉伸拉伸 變得沒有像那種很脆的膠 一拉就起來 然後打開 會加熱到我手摸得到 鏡面是有溫度的 它這個特工會很貴嗎 這個特工其實還好 螢幕的話 就我目前遇到比較多維修 就是螢幕壞掉啊 電池膨脹啊 就是蘋果會壞的東西還好 然後新的Type-C 接口 我們維修工程師都會比較擔心 就是它的那個 Type-C 如果有人接到瓦數 比較高的時候 因為現在蘋果只能到30瓦左右 100瓦進去 有的時候它的微差 或者是充電 IC 就壞掉了 但是目前還沒有遇到 這次跟上一代一樣 就是都是左線的設計 然後比較有不一樣的地方 就是這邊少了一個鐵片 然後這邊的點陣 Face ID 還有相機的布局是一樣的 揚聲器跟其他這邊都沒有太大變動 電池就有提升一些些 些許的容量 現在拆下來的模組 就是它的 聽筒的部分 講電話聽聽筒的地方 它以前也是坐在螢幕上 不過14之後就是 坐在它的機身上面 這次還有比較不一樣的 就是後鏡頭 這個是15 Pro 15 Pro Max 這個是長焦 然後15 Pro Max 它這鏡頭要做前望式 所以它四段變焦 可以做到10倍的光學變焦 但是如果正常 它沒有做它前望式的那個靈鏡的話 它要變得很長 所以它就是比較大的變動 可能在15 Pro 然後15 Pro Max 15 Pro 可能就沒有變動的這麼大 因為我是第一次看到iPhone裡面的樣子 好細喔裡面 因為為什麼電池會這麼容易膨脹 電池它主要是 有時候過沖過放 都有可能造成電池提早變質 然後變質的時候就會產生氣體 那當蘋果的它裡面 也有設計一些過沖的保護 只是我建議的話 不要讓它電池電量低於20% 然後也不要沖到100% 連續沖得太久 對啊 它也怕熱啦 有的人會放在前面導航的話 熱也會容易造成變質 避免這幾個狀況 基本上手機的電池就是 壽命可以比較長一些 這邊是它的主機板的部分 然後這邊是它的硬碟SIM卡 其實它的那個 A17 Pro的那個CPU 是包在主機板的裡面 那比較看不到 現在我會拆的是 震動器跟它的喇叭 下喇叭 其實不建議睡覺的時候充電對不對 睡覺充到隔天早上 對 它其實裡面有個最佳化充電 那個我建議就是開啟不要關掉 它會在充到80幾%之後 就會捐流的慢慢的幫你充到 早上你醒來的時候充到100% 它就是一個過沖的保護 覺得14跟15的相似度有幾% 目前這樣子看起來其實 如果以我們這個行業 大概95了 95% 對對對 如果你去年也是有看我們的影片的話 它應該就是沒有什麼太大的差別 只是插了這個鐵殼 然後其他的 鏡頭擺放的位置 然後整個電池的比例 下面的震動器揚聲器 主機板的位置 跟聽筒其實都差不多 對啊它變化的很 就是比較裡面的東西 像5nm變成3nm的東西變得更小 CPU可能速度更快 那快的趴數大約在10% 所以如果你是14 Pro的人 換15 Pro不會有太大的感覺 那如果拿13 Pro比的話 13 Pro跟這一代比 如果不是什麼重度使用者 它的快也就差個幾秒鐘 就是很少 因為預防肩梭 就是13 Pro的妥善率是最高的 然後14是小毛病最多的 14的小毛病 我們不是很比較少 反而13 Pro 我們比較常見的 就是它的白瓶綠瓶的問題 這是我們維修比較多的 再來這邊拆完 大致上 我們應該會拆到這個部分 好 那除了以上還有其他的不同嗎 它這次15 Pro的後面玻璃 跟之前的14有一點點像 我們這邊有14的那個 剛好叫來的零件 就是如果以 這個是正面 那它的背面的玻璃 是可以像這樣子 有鐵片 然後單獨分開的 其實它裡面本身就有那個磁吸的那個雲魚 這一個是做MegaSafe 所以它就是變得跟14很像 可以單獨分離 背波去做維修 那這次有一些功能 我覺得比較偏軟體上的可能 就是組裝起來之後 我測給你們看 對啊 可是軟體的路過比較不一樣 多了動作按鈕 然後跟攝影上的一些小東西 這個功能就是大部分是在掌管 震動的它的震動的線心馬達 然後這邊是下面的喇叭 那這邊是揚聲器聽筒的部分 然後這邊是相機模組 然後點陣紅外線 這邊就是後相機 那最重要最重要就是這一塊主機板的部分 這邊的細部有的就是按鍵 上下的按鈕側邊的拍線 這邊是它的雷達 在拍攝景深的時候會用到的 它是有點掃描物體的深度 所以會用到這個雷達 然後可以拍攝出3D的影片 這個15之後就有支援了 Zoo Pro之後有支援 之前不能拍3D的影像 這次的可以 但是可能要對應的特殊軟體 然後這邊是電池 下面連接過來這邊 Type-C的充電孔 跟它的尾X充電 麥克風是這個 總共有幾個收音孔 它總共是三個麥克風 這邊剛好我有一台14 Pro的機子 跟15 Pro的機子可以做比較 那就是看起來 它從點陣相機的模組 是一樣的 然後再來是相機的佈置 稍微改變了一下位置 但是一樣就是4800萬的主鏡頭 然後1200萬的長焦 1200萬的廣角 那主機板的樣式 也沒有到差很多 那把它的A16的CPU放在這邊 它的也相對是在背面 那硬碟的部分 它也變得比較小一點點 這是它的硬碟 但是拉長 拉長 再下來的地方 到面板它可能就是在排線的 半光其實有集成到它的核 這個像鏡頭裡面 然後機身的話變得比較圓潤 整體是變得比較矮一點 然後再窄一點 那厚度是有提升的 然後變厚了一些些 然後重量是有變得比較輕密 面板的部分 其實兩個的數據上來說 就是做起來也是差不多的 就是亮度啊 解析度啊 兩個是差不多 那一樣都是東太島的正面 然後再來就是提庫 我剛剛有說過的Type-C跟Lighton的接口 然後它下面充電的位置啊 跟揚聲器的位置 其實振動器的線性馬達 也都是一樣的 沒有什麼改變 比較有差異的就是你剛剛說的 背面的那個 無線充電板的部分 它有做出一個分離的背部 可以分開這樣子 分開來它裡面有差什麼東西啊 其實它上面的元件也是差不多 因為有多東西 其實這一塊的玻璃上面 也有黏貼架在上面 然後最後是對應到那個 無線充電板 無線充電板在這個電池下方 然後這個是在電池下方的 在後面一層 這個是差別 稍微小小的改動它的背部 可以變成 你再好維修的狀態 那樣表示它 其實這一塊應該也是滿常破掉的 有用蘋果的人應該都知道 那時候摔到背面玻璃就會碎掉 差不多是它的差異 所以聽起來就真的跟它的官方數據一樣 就是它的晶片從16變17 然後核心從5變6 CPU的部分 CPU一樣就是6核心 兩個都一樣 可能是因為我今年是11 換到15 但我就覺得很有感 那個 開機速度快 對 耐久度 耐電量 然後跟畫質差很多 但是逐年的話 以電檔的經驗 你是怎麼看它 去年跟今年的感覺上 差異比較沒有到這麼大 那開機速度 大家都有感的提升 再來是側邊的按鍵 你會玩手機的人 這個來說 這個很好玩 它可以用自己定義的捷徑 可能是相機 可能是靜音開關 就變得可以更快速的 去操作你的手機 這是可以玩的東西不多 還是有放一些新的東西給大家玩 那我們講了它的一些優點對不對 那還有什麼樣的缺點 它的缺點的話 目前就是大家有可能講說 它的那個很燙的狀況 其實它在版本更新之後 大部分的用戶好像無溫道的反饋 會比較沒有那麼燙的情況發生 因為原本是大家在猜 它的結構設計上有問題 因為它的那個背面的玻璃跟背面的那個框 有一個小的距離 變它散熱會比較不好 但實測下來好像還好 它已經去改善了這個問題 但相機是可能是真的 它一直沒有進步到 讓我們覺得變得很好的狀態 還是輸三星他們 我覺得iPhone相機 因為我們有時候會用相機錄影的對不對 大概我用了20分鐘左右 它開始會變有顆粒感 你會覺得說是不是相機有點過熱的狀態 過熱有造型 對 影響到訊號這樣 原本是很清晰4K 然後開始有顆粒之後就降到 可能720p到1080p左右 因為我們對那個畫面是很敏感的嘛 就會有這樣的感受 玩他們相機的應該 用戶的體驗都不會到太好 但單張目前有的還是可以 拍出很厲害的照片 我期許它可以再升級它的相機 好 以上就是我們今天分享的就是這個 iPhone輸入跟14的差異 我們也看看電影的一些配置 這樣可以幫我們介紹一下這些 你們的銀翅嗎 我會用到的東西 這邊都是熱工箱 我們在下焊晶片上的元件的時候會用到 然後這邊是我的顯示鏡 這邊就是電源供應器 咖啡供電給你一塊 那我測量它現在是在重來 然後它也沒有太極限短 我用到它自己 就是用到電容電圖的殼材 就比較小 就是它的耗電池是非常非常的大 因為這個指甲片上 它連接的幾分這麼小 然後我們做具具棒尾修的時候 就是要修它周邊的這些電容電圖電感 或者是上面大的鏡片 就損壞的時候做更換 就是我平常會用到的工具 所以就是說每一代之後都會越來越 那個晶片越來越小這樣子 嗯 就是可以更換的東西會越來越少 因為蘋果它是本身有做比較好的加密 CPU硬碟跟邏輯碼有做綁定 三個東西只要壞掉一個 就沒辦法讀到裡面的資料 對啊 所以有重衰的朋友想要救資料就是要小心 對那個很重要 就是要祈禱這三個東西沒有壞 那基本上這些我們都可以維修 只要它不壞的話 我們可以把好的那三個晶片 一直到另外一個好的板底 那它就可以正常的運作 這個是它的供電安息 然後再來這邊是硬碟 硬碟就是取傳東西的空間 所以硬碟可以壞掉 那背面的地方就是它的CPU 這個是A14的CPU 所以要這個跟背面的硬碟 還有一個邏輯碼片 是不要壞掉的 然後我們就可以把這三個東西 搬過去另外一個好的板子上 那就可以讀取不到樣的資料 這隻入水跟摔機的人 他想要救資料 就一定要做這三個東西是好的 再來分享一個很酷的功能 就是如果今天手機的這支電量幣 我們另外一支還高 你可以接一條線 接另外一支手機 它是可以把它充電 哇這是15才有的嗎 對15可以反向充電 就是如果今天有個朋友的手機 電比較多你快沒電了 你可以請他幫你救一下 這個功能 它是會衝到兩邊一樣 對就是如果持平的時候 就不會再給它電了 我就覺得這個蠻酷的 可以分享給大家 然後旁邊這一支15 我覺得結構不好 有個原因就是 大家可以看這一支的外觀 甚至都沒有什麼傷 就是只有這邊有一點點開掉了 這裡 然後結果他的螢幕就壞掉了 其實大家有感覺 太耳金有沒有保護性比較好 我覺得不見得 在這樣子的小傷 沒有中摔的狀況下 他的點框就沒有保護好他的螢幕 造成他的螢幕一經裂掉這樣 可是外觀也看不出來 外觀算小小的 就只有這邊開掉 當時他有裝保護殼 然後手機摔到 再跳到地上 腰部以上的距離 他就造成了這個變形 所以有時候還是要買好一點的保護殼 保護自己的手機 哇 這個是什麼 它是電池搭在膨脹上的時候 那在比較高溫或是外力 有一點點的搓到它 穿刺它的時候 它就會發生了幾位的燃燒 但是它的燃燒不是誇炸 那人會覺得說電池是爆炸 像炸彈一樣 不是 其實它是會像煙果一樣 會有火化這樣子 爆出來 然後再燃火 那燒完之後就 但是如果你周邊 有易燃物的話 它就會有危險 像周邊是有電線啊 或是紙類的話 那就有可能會連帶 這個周圍全部都會燒起來 那是這台是當時發生比較刺激一點 在當時它還是蓋著的 它像個漢堡一樣拿過來 但我們在它想要做安全的分解時 在過程中它是自然的 它本身就已經膨脹很嚴重了 是怎麼樣使用才有辦法這麼膨脹 其實是過度的充電 它其實電池有一定的黏線 所以在維修部分我們還是建議 就是定時做檢查 然後像車子一樣 它定時去做檢查都會顧 那對自己也是一個安全的保障 那電池膨脹會有徵兆嗎 其實你可以看得到 因為會有點不顧的 其實是弄得出來的 電池場面都是需要定期檢查的 只是一般人比較不會去做的事情 以前都是等到不能開機 我們再來去做維修 其實現在的3C產品 都建議要提照 可能兩年去做一次檢查都沒有關係 或一年做一次檢查都沒有問題 在蘋果的原廠裡面 它在安全起見 千萬不能用水 不能用其他東西去弄它 其實你把它在空地的地方 讓它自然是沒有問題的 當然最安全的方式 是周邊要有沙子去做覆蓋 可是這種東西對我們不容易取得 也不能用泥土 它只能用乾式的滅活器 去把它冷卻下來 千萬不要澆水 如果你沒有資料要救援 對我們維修的人來講 會增加一個困難的 好啦 那今天很謝謝LRZ 可以新竹總店給我們這樣的一個 資訊跟所有的分享 那我們今天自己就到這裡囉 嗨 我們去外面租車 國安車CRV 一天平日要一兩千塊 假日要五六千塊 那我們今天捷運汽車 提供一個非常誇張的價格 旁邊看到這六台車 200多萬的320GT 200多萬的318 300多萬的Q7 300多萬的X5 180萬的E系列 200多萬的C200 這六台車 一樣給你一個租國安車一樣的價格 平日只要一千九 假日只要兩千九 而且我們台北、新竹、台中、高雄 每一個展示中心 都可以提供這個服務 如果你有興趣 拨打我們服務電話 0917-435-209